為什麽要分開來講 因為質量歸質量 重量歸重量 質量不等於重量 重量也不是質量 那到底什麽叫質量 什麽叫重量 這兩個是有差異性的 有什麽差異性呢 所謂的質量 我們可以這樣講 在地球表面 很多時候我們把質量當作重量再處理 就質量等於重量 因為我們很多的實驗在地球表面進行的 所以質量就等於重量 我們約略等於重量 而實際上重量是重量 質量是質量 哪裏不一樣呢 第一個 我們這樣講好了 它的記錄單位就不一樣 比如說質量它的單位叫做公斤 叫做克 比如說公克或公斤 公克叫做G 公斤叫KG 這個是質量的表達法 那重量哪裏不一樣 重量會變這樣寫 對 如果你就要解釋的是公克重 你就要寫G W 叫做克重 公克重 公斤重嗎 叫做KG W 那多個重就差很多嘛 對 差很多 因為重量會因為這個物體 它所在地方所受到吸引力的大小 就是萬有引力大小 它是因為萬有引力大小 什麽叫萬有引力 我們的早期的說法叫做地吸引力 它就萬有引力 比如說這個星球的引力越大 它的重量就越大 引力越小 重量越小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老師假設我很輕 我是60公斤的質量 60公斤我沒寫中 60公斤叫我的質量 這是我的質量 我去秤 秤天平秤出來 我是60公斤 可是我到月球去的時候 我們發現月球的引力 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如果說地球是1G的話 1G就是一個萬有引力 到月球去的話就是要六分之一G 所以我60公斤的質量 在地球我去秤體重 一樣是60公斤重 因為我剛剛說 在地球的表面基本上質量等於重量 月略相等 所以60公斤等於60公斤重 但是我跑到月球去測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重量 只剩下了六分之一 乘以六分之一 變成10公斤重 所以重量怎麼樣 重量減輕的 重量為什麼減輕 因為月球的引力比較小 所以我重量就變輕了 所以你會發現 重量是跟引力大小的關係 引力越大 重量越大 引力越小 重量越小 但質量怎麼樣 不是很影響 質量是不會變的 所以質量不會因為地點不同 而導致它不一樣 所以質量在哪邊都一樣 所以60公斤的質量到月球去 也是60公斤的質量 所以質量是不會變 變什麼 變重量 所以60公斤的質量 在地球是60公斤重 跑到月球去的時候 剩六分之一了 變10公斤重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質量跟重量是不相等的 不完全相等 是不相等 那等一下我們再解釋 質量跟重量的一個差異性 我先講好了 因為剛好都做出來做比較了 基本上如果在地球的話 在地球的話 這地球我規劃橢圓形 這不是檸檬 這我們的地球 地球的話會有赤道 赤道就是地球這邊要赤道 這是南北極 這個是北極 這個是南極 中間會有個地星 地星我們看不到 假設地星的位置 我們都知道其實地球 地球圓不圓 地球科學家跟你說地球是橢圓 為什麼橢圓 因為它不是一個正圓 它有點橢圓 可是你要知道 地球雖然是橢圓 但是我們用圓規劃的圓 比地球還要不圓 所以地球已經會很圓了 但是我們去算了一下 發現它還是個橢圓 因為它南北比較 南北離地星比較緊 赤道離地星比較遠 所以它是個略為橢圓的東西 我們的重量的大小 會跟地星的遠近而受影響 比如說你離地星越近的 重量就越重 離地星越遠的重量就越輕 所以一樣的一個人 如果他今天在北極南北極 秤重量跟跑道赤道秤重量 答案會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因為赤道這邊的地方 離地星比較遠 所以重量會比較輕 南北極離地星比較近 重量比較重 再來一個問題 在高山跟平地 測重量也不一樣 比如在平地 秤重量跟在喜馬拉雅山 8000公尺高8公里 海平面上以上8公里的高度 喜馬拉雅山的高度 那邊秤重量就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因為你在地平面 離地星比較近 所以重量比較重 但是你在8公里的高山上 離地星比較遠 所以重量就變輕 一樣的 你搭飛機秤的重量 跟你在地面秤又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搭飛機 肯定又離開地面更高了 甚至到平流程更高的高度去了 到平流程更高 到平流程的高度 這個時候你會離地表更遠 所以只要離地星越遠 重量就越輕 所以重量會因為 離地星遠近而受影響 但是質量不會受影響 質量都一樣 這樣分得出來嗎? 記得 質量它不會變的 質量是不會改的 但重量會因為你所在地域的不同 引力大小不一樣 它重量就不一樣 好